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官员指出9月检测数量有望增至9万份 各位观众晚上好 欢迎收看2020年8月18号的凤凰美洲新闻 首先来看看今天有哪些重点新闻 据金融时报披露 甲骨文公司加入竞购TikTok北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业务 美国财长姆努钦18号接受访问时指出 拒绝对这个消息做出批评 只表示与TikTok达成的任何交易都需要保护美国数据 内容时报援引销显示报道 甲骨文正在与字节跳动的一些投资者合作 一起参与进购TikTok在美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业务 这些投资者包括范大象投资集团 红杉资本等 报道指出 甲骨文主要面向公司客户 销售额主要来自于云产品和软件许可 参与进购TikTok对甲骨文来说是一个战略性的转变 本月早些时候有媒体披露 推特也已向字节跳动表达收购TikTok在美国业务的意向 但分析指出 由于推特规模较小 以及可能引发反垄断审查 因此机会较小 特朗普日前曾表示 如果微软成功收购TikTok在美国的业务 美国政府应获得回报 他也透露 除了微软还有其他感兴趣的潜在买家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18日接受CNBC采访时 拒绝对甲骨文竞购TikTok的报道发表评论 但称 任何收购交易都需要保护美国数据 美国政府将确保任何获得批准的交易 都将令美国的数据受到保护 TikTok将成为一家美国公司 另外 白宫幕僚长梅多斯17号表示 特朗普在发布针对TikTok的行政令之后 已再考虑禁止其他中资公司 透露美国政府特别关注那些收集个人数据 并可能构成国家安全风险的中国公司 凤凰卫视王佑佑 白芳 华盛顿报道 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晚结束后 特朗普阵营对民主党发起了猛攻 总统特朗普抨击前第一夫人米歇尔的讲话 是在分裂国家 特朗普18号连发多条推文 对前一天晚上米歇尔奥巴马的演讲进行抨击 特朗普表示米歇尔是在分裂国家 他还指出米歇尔是在很早之前就录制好了这段讲话 因为内容已经过时 米歇尔也没有提及拜登的竞选搭档哈里斯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评论指出 米歇尔对在任总统的批评超越了历任美国第一夫人 他的演说永远改变了美国前第一夫人在竞选期间 发挥巨大影响力的方式 2004年民主党代表大会上 希拉里在医疗保健和退伍军人福利方面 对小布什总统发起了温和的攻击 劳拉布什和小布什总统在2012年 甚至没有出席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 此次民主党与共和党对于米歇尔的讲话 看法截然不同 而美联社指出米歇尔的讲话中 对特朗普的指控并不完全正确 这包括他抨击特朗普政府 把非法移民儿童关在牢笼中 事实上这样的做法早在奥巴马时期就已经开始 而特朗普现在已经终止了这项政策 除了米歇尔在第一晚发表演说的重劳嘉宾 还有前俄亥俄州共和党州长卡西奇 前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桑德斯 分析认为多元化的组合显示出了民主党希望借助此次会议 吸引更广泛的选民支持 凤凰卫视 王宾如 王天一 华盛顿报道 再来关注美国新冠疫情的消息 截至18号 美国新冠确诊病例已经达到560多万例 死亡超过17万人 联邦政府官员透露 美国有望在9月将检测数量提高至9000万份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 17号当天全美新增3万5千多人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是6月底以来单日新增病例首次低于4万宗 联邦政府数据也显示 几周来新增病例逐渐减少 白宫新冠病毒检测负责人吉罗伊尔18号表示 自7月中下旬以来 全国新病例已经减少22% 住院率也下降了24% 反映出病毒传染率降低 他还透露 目前全国每天进行82万5千份检测 每月检测数量也有望在下个月 从当前的5000万份提高到9000万份 与此同时 各地学校仍持续出现恢复实体课程后 师生感染或需要隔离的情况 本月初复课的佐治亚州 其中一个校区接受隔离的师生人数 已经超过2200人 北卡罗莱纳大学查普尔西尔校区 开学一周来采取了多项防疫措施 但仍有一百多名学生病毒检测结果阳性 却诊率翻了近5倍 学校因此宣布 本课生课程改做远程教学 当地官员将问题归咎于学生 在校外参加的活动 另一方面 联邦政府针对抗病毒药物 瑞德西尾的研究进入第三阶段 将研究干扰素β是否能改善 瑞德西尾的表现 加快患者的康复 瑞德西尾已经获得 联邦食品与药品管理局紧急授权 用来治疗新冠患者 而干扰素β也证实 可以在多发性硬化症病人身上 其抗炎作用 报道指 研究人员将对1000名患者注射药物 观察疗效最好的组合 并在下一阶段用来与其他药物做对比实验 凤凰卫视陈令南陈一秋华盛德报道 休息一下带您关注美国各地的消息 欢迎回来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来自美国各地的简讯 总统特朗普本周到米尼苏达州 米尼阿波利斯展开竞选活动 他向支持者表示 会推出一系列措施吸引企业回归美国 包括为公司减税等 特朗普又指 要在10个月内创造1000万个就业机会 并指要再次打造经济奇迹 特朗普又赞扬最近几个月来零售额有所反弹 但7月零售销售增幅低于预期 主要是受到汽车消费减少影响 另外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 即将公布推动较小规模的支援经济方案 期望为新一轮救助计划打破谈判僵局 据了解方案内容与早前方案的1万亿美元相近 包括每周300美元额外失业保险救济直至年底 再次全民派遣 保障企业和学校等 不会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运作 美国邮政局局长德乔伊18日宣布 将暂停美国邮政服务的部分改革 直到11月的总统大选结束为止 这引起民主党人强烈抗议 认为这是在提高特朗普连任的机会 德乔伊在声明中表示 此举是为了避免对选举邮件产生任何影响 但他没有具体提到要暂停哪些计划 外界批评特朗普由于在最新的民调中 支持率落后于拜登 因此对邮政总局施压 想压制邮寄投票方式 民主党众议员科尔特斯 当天在纽约的一个邮政局前抗议 表示德乔伊已经失去了美国民众的信任 没有人相信他会实行相关改革举措 加州的疫情尚未过去 当地民众又要面对极端天气威胁 高温天气加夏季雷暴 使得加州发生近20年来最严重的电力短缺 加州州长纽森警告称 随着创纪录的热浪继续席卷加州 电力公司需要轮流暂停对用户供电的情况 可能会持续并加重 除了供电短缺 极端天气还助长了山火威胁 截至18日上午 加州共有将近30场山火 过火面积总计12万多英亩土地 其中27场野火仍在燃烧 最大的山火是位于北加州太号国家森林的洛亚尔顿山火 目前过火面积已经扩大至39723英亩 仅10%被控制 而位于南加州的苹果山火是目前第二大山火 经过三晚的燃烧 共烧毁了3424英亩土地 已有95%受到控制 气象学家表示 加州本周将有近4200万人收到高温警告 有些警告将持续到周四和周五 纽约州餐厅协会的最新调查显示 由于新冠疫情持续在美蔓延 90%的纽约餐厅生意黯淡 预计未来6个月内都无法取得盈利 这项研究共调查了纽约州的625家餐厅 九成餐厅负责人都表示 销售水平自去年同期下降了70%以上 如果政府不急于补助 未来将有近20%的餐厅不得不面临倒闭 美国国家餐饮协会7月报告显示 除了纽约之外 全美75%的餐厅在未来半年内也无法盈利 截止2020年底 美国餐饮行业的损失将高达2400亿美元 报告指出餐饮业在美国的就业市场中 占据重要的分量 2019年全美餐厅数量超过百万 雇佣员工约1530万人 提供的工作岗位占到总人数的10% 提供的工作岗位占到总人数的10% 如果餐饮业无法恢复 美国的就业前景和整体经济复苏将面临困难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我们再来看一下来自中国两岸三地的短消息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18号赴安徽考察调研 习近平先来到富阳市富南县 王家霸闸 以及蒙娃旭红区 曹吉镇 卫明村 西田坡庄台 查看淮河水情 走进田间地头 了解当地防汛救灾和灾后 恢复生产的情况 看望慰问受灾群众 庄台是淮河流域独特的村落形态 今年逊期 蒙娃旭红区 启用旭红后 富南县派干部入住131个庄台 带领庄台居民一同开展防汛抗洪就在工作 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工署特派员谢峰18号出席香港印尼共企商机视频对话时至此表示 中国正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鉴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开放和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将给香港东盟和世界带来越来越多的机遇 香港天文台19号凌晨1时30分表示 改发9号裂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 天文台表示 强烈热带风暴海高斯凌晨30最接近香港 于香港西南100公里左右掠过 中心风力达到每小时120公里 预料9号裂风或暴风信号会于周三早上一段时间维持 海面有大浪及涌浪受风暴潮影响 部分地洼地区可能出现烟禁或海水倒灌 天文台呼吁市民切勿外出 远离挡风的门窗在安全的地方进行躲避 公安卫视综合报道 休息一下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财经消息 财经方面每股周二收盘涨跌不一 纳指与标普500指数均创盘中历史新高 企业政权衡企业财报及美国大选前景 来看今天华尔街股市走势情况 美股标普500指数及纳指创下盘中记录新高 那么同时呢 道指是在今天维持整体走低的态势 盘中窄幅震荡 而今天投资人高度关注的是 大型跨国零售企业的企业财报 比如说沃尔玛以及加德堡 今天的财报表现都比较强劲 那么在一定程度上是缓解了市场对企业 受到疫情冲击的担忧 那么在本周呢 这一轮的财报季就即将结束 还有一些跨国的零售企业的即将发布财报 也是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 另外华尔街投行是认为呢 随着美国经济的回暖 股市的整体行情呢是比较乐观 那么在道指方面 今天能源以及工业类的个股 是全天领跌 包括能源企业雪佛龙以及波音 今天的跌幅呢 都是相当明显 另外今天道指盘中呢 是延续昨日跌势的 有一些金融类的个股 在五盘过后跌势迅速的扩大 整体都在1.5%左右的跌幅 同时道指盘中 今天只有个别的科技类个股 是全天维持稳定上涨的行情 但是涨势并不是非常突出 而一些大型的跨国零售企业 比如说耐克沃博联 今天则是普遍的表现不错 那么在标普牌指数方面 能源板块是全天领跌大盘 工人事业板块 工业板块 原测量板块 以及金融板块呢 都是跌势比较明显 都在0.5%左右 而消费品行业板块 是延续昨日的涨势 尤其是非必须消费品板块 今天的涨幅呢 是一度超过1.5% 同时今天电讯板块 也是可圈可点 那么科技板块 则是全天小幅的走扬 五盘过后涨势有所扩大 原油气货价格今天是小幅的收跌 环境气货价格今天收高0.7% 那么美元指数 今天也是基本上维持下行 以上继续星期二美国股市情况 方后卫视陈清伟 纽约报道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由TD Emeritrade 德美利证券提供的 全球财经指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上全球财经指数 由德美利证券提供 社区工商方面 加州各地的小企业主于 今日敦促州长纽森 因公开反对15号提案 帮助小企业从疫情和经济危机中 恢复过来 加州100多个地方商会和小企业组织 表示15号提案 将持续让小企业的经营环境 更加困难 为商业物业的房地产税 带来每年115亿美元的涨幅 并导致小企业租户的租金上涨 尤其是有少数族裔和女性经营的小企业 在新冠危机中受到的打击更大 当中很多企业被迫辞退员工 有些更濒临破产和财务危机 因此反对15号提案 才有望让小企业能从这个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中恢复过来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最后让我们来看一下未来24小时的全球天气情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更多的新闻请登陆凤凰新闻微信平台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